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文台预计 曼仪明天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略过 1号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早的10点 除非曼仪采取较为偏北路径 或者以较高的强度靠近广东沿岸 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 风暴期间经常出现水浸的里渔门 有居民就搬挡水板出来 渠务署也张贴告示 提醒市民可以用沙包防范水浸 今明两日正值天文大潮 即是每月的新月或者满月前后 地球、月球和太阳连成一线 加上受东北贵后风和曼仪的共同影响 水位晚间涨潮的时候会升得特别高 预料在今晚10点至午夜之间 维多利亚港的海水高度会上涨到海淘基准面以上 大约是3米 而大澳的海水高度就会有可能上涨到海淘基准面以上 大约是3.3米 个别沿岸低湾地区可能出现轻微的水浸 天文台有预料 明天雨势渐转频密和有狂风 天气显着转凉 气温由午夜约23度 下降至明天的最低19度 无线电视记者老卓文报导 政府明年收回大澜隧道专营权 消息指将会减隧道费 商用车或一减到43元 而私家车会分时段收费 私家车繁忙时段收45元 希望损换到屯门公路的制塞 不过私家车司机和货运业界都认为吸引力不大 大澜隧道贯穿元朗至荃湾 私家车法定收费要100元 隧道公司提供优惠实际收58元 隧道在1998年通车 专营权去到明年5月底结束 政府收回专营权之后会调整收费 消息指政府参考三条过海隧道分时段收费 计划在私家车实施 将会分为三个时段 繁忙时段收45元 一般时段30元 非繁忙时段收18元 至于商用车辆包括的士和巴士等等 就全有博一收费 希望在保持隧道上通的前提下 不需要换屯门公路和曼兔鲁港公路的寄室 10元48元 我觉得还没够 不足够 是的 38元差不多 可能会考虑 不会有很大的誘因 只是看路程 元朗就走大浪 都是会走 屯门就走回屯门公路 都是跟回 不会因为便宜了10元 当局早前曾经建议 商用车辆一收45元 萧淑华最新建议是43元 引用三岁分流的方案 用于大浪隧道 我觉得未必会成功 而且失败的机会很高 我们由罗马州去货货货码头 如果我走大浪隧道 我就少了15公里 如果我走团木公路 就多了15公里 而多了15公里 我所耗的耗油量 大概是20至30元之间 如果政府用这个数字 我就收你30元 我们就有很大的誘因 我就乐意走大浪隧道 有立法会认为 一般时段的收费可以再调低 分时段收费 就可以又保证大浪隧道 在饭房时间 可以有一个畅通性 但在非饭房时间 又可以让利于民 使市民都可以有一个 在价钱方面有一个实惠 我们都应该要 看一看到时的情况 我觉得尤其现在 在两个饭房时间 中间的时间 现在坊间全的方向 是说收30元 我觉得那里 其实根据我们一掌握的数字 其实都可以不用收这么高 运输及物流局回复查询说 隧道营运涉及大量资源 必须確守用者置负 和收回成本的原则 局方会继续延庭意见 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欣贴露 三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其中九巴申请加幅是6.5 乘巴申请加价9.5 新大婴山巴士就申请加6.5 多局说 一只鼓励和协助专营巴士营办商 推展进行开源折留工作 但面对持续上升的工资成本 大幅波动的油价 以及与其他交通工具持续竞争 专营巴士营办商的财务状况 未如理想 交通事务委员会星期五会讨论 加价申请 最新失业率微升0.1个百分点至3.1 8月至10月失业人口大约是12万人 较7至9月多了大约800人 大多数主要是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有上升 其中清洁、艺术娱乐、康乐活动和运输业 有相对明显升幅 就业不足率是1.1% 较7至9月微跌0.1个百分点 主要是建在建造业、货仓和运输辅助活动业 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说 失业率仍然处于低水平 随着经济继续增长 劳工市场短期内会继续偏紧 民主派全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明天宣判 47个被告45人罪名成立 根据香港国安法 刑罚案罪责分三级 可以判三年以下至终身监禁 案件源于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提出 真揽炒十部路线图 透过初选等的机制 协调民主派阵营 达到在2020年立法会换的选举 拿到70席里面的过半数议席 也就是所谓的35家 继而两次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令特首辞职 港人罢工罢货等等 引起当局决心镇压 西方国家制裁中共 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选举最终因为疫情延期一年举行 警方国安处拉了超过50人 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包括戴耀廷等31个人认罪 16个人不认罪 需要开庭审讯 最终本身是大律师的刘伟聪 和前公民党的李宇信 获裁定罪名不成立 其余14人罪成 香港国安法第22条定名 控罪刑罚分为三级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判囚十年以上或者终身监禁 积极参加者监禁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其他参加者就判囚三年以下 多个被告求情的时候 都有提出自己属于哪个级别 其中被指是组织者的五个人 戴耀廷不认同是首要分子 提出以三年为量刑起点 认罪减到两年 至于欧乐宪、赵家言、钟錦伦 控方认同他们是重返证人 有协助举证 符合国安法下减刑的条件 三个人请求减大概一半的刑期 当中认为自己属于积极参与者的有16个人 包括黄之锋 公民党党魁阳岳桥 时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等 不过部分特别指明是属于低程度的积极参与者 请求较少的刑期 认为自己属于其他参与者 请求判囚三年以下的就有15个人 包括民主党的黄碧云、林卓廷 有9个人未有明显自定级别 包括抗争派的岑奥辉 何桂南和社民连的梁国雄等等 其中何桂南未有求情 梁国雄的书面层次就说 对成为街下囚无怨 报线电视记者 陈嘉恩报道 一个菲律不正男人借出香港身份证给他人打黑工 在沙田裁判法院裁定非法转任身份证 和石克检罪成判囚15个月 行动检获银行卡、身份证副本等 入境处早前在一间餐厅 拉了4个从事清洁工的预期逗留外用 揭发外用在认证的时候 用人家的身份证冒充他人建工和工作 经调查发现有更多同类的个案 涉及款项达到250万 处方说黑工集团安排了至少5个本港居民 借出身份证给外用和持行街址人士找工 甚至借出银行户口出粮 换取每个月2000元报酬 至于每个黑工每个月可以获18000元的薪金 扣除2000元的开支可以赚16000元 其中菲律宾籍女主佬 曾经安排一个55岁的菲律宾籍男人 借出身份证和银行户口给她的印度籍丈夫 非籍男人早前被入境处拘捕 她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非法转让身份证 和洗黑钱罪判囚15个月 至于女主佬和她的丈夫 早前已经被判囚36个月和15个月 我们也想提醒雇主在招聘的时候 必须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步骤 去确保求职者是可以合法受雇的 雇主在查阅求职者的身份证的时候 必须小心核对身份证上的资料和样貌 确保求职者是那张身份证的合法持有人 转让使用或者管有他人的身份证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万和监禁10年 入境处说行动已经捉了20多人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起诉 雇主如果有怀疑可以向处方举报 无线电视记者陈彩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